inalbb 各位 关于AMD Ryzen 9 9950 S&D的调试分享终于来了 在此之前我想问问屏幕前已经入手了9950 S&D的朋友们 你们觉得9950 S&D最吸引你的点有哪些呢? 是集合了S&D与超高的多核心性能特性 又或是因为它优秀的人号别表现 还是因为隔壁摇高厂不给力让你出走换门呢? 欢迎交流分享你的观点 而对我来说9950X3D是集合了以上全部的优势 因此它的吸引力可谓不小 那么关于9950X3D又应该如何进行调试 以发挥出更好的性能呢? 这就是本期节目要和各位分享的内容与教程了 不过这次的分享方式和以往会有那么一点点不同 我将逐步一点一点的将9950X3D 从最默认状态下的自动BBO模式 到手动开启PBO模式 在这一步开启PBO2 Curve Optimizer模式 以及参考我过去和各位分享过的 锁温度强模式 锁PVD功耗强模式 以及锁睿频模式下的体验效果 这有助于更多新手能更快了解 这些方法在9950X3D上的成像 与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 那么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 为了本次的测试内容 我也将我的测试平台进行了更新 主板采用了ROG Corset S870E Hero 本来是想直接入手Apex或是Extreme的 但奈何这两款目前刚发售也处于无货的状态 因此也只能够选择S870E Hero了 但不得不说纯雪ROG是真的帅啊 散热器的部分则是采用了联利最新推出的 HydroShift 2 LCDC 360R引流二代液体式水冷 采用了嶄新的无线化与短管设计 将所有的风扇、水泵、USB等接线 全部同意在冷排侧边露出 使得冷头展示处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线材 加上短管的设计让水管更加干净整齐 整体光感进一步获得提升 此外即使是不进行USB接口连接 也能够通过旋转冷头的圆环来进行 灯光与屏幕样式的切换 这个体验我觉得非常棒 特别是向我这种懒惰安装软件的来说非常友好 另一个更新的硬件则是机箱 同样是来自联利的Langku 207 Digital 相比起最近火爆的Langku 217 紧凑型ATX中卡机箱更受我喜爱 Langku 207系列在提及仅有45.5升下 保持兼容旗舰级的RTS5090显卡 以及180毫米高的塔式风忍 双前置14厘米风扇 外加底部双12厘米风扇进风 搭配尾部大孔化的通风网孔 它的通风性能完全不用担心 Langku 207 Digital就是在机箱前置下方 添加了一块6寸的1600×720 60Hz LCD屏幕 通过AirConnect3能够实现很多自定义屏幕功能 可玩性还是挺高的 其他的硬件都是之前早已在频道出镜多次 这里我就将列表这里出来给大家做参考 在这个测试一个会进行7项不同模式下的对比 分别是自动PBO模式 手动打开PBO模式 PBO2全合负压-20G模式 锐频增加200MHz模式 锁75度温度强模式 锁200W PPT功耗强模式 以及CupShaper设置模式 而CupShaper的设置是采用了高频率与最高频率设置 同时在个别的低温度与中温度进行一些震压补偿 高温度再进行一些负压补偿 算是符合各种应用下比较稳定的调试了 至于参数的部分 由于ROG主板所能输入的最大值为100值 因此其他非ROG主板在参数值可千万别造超 至于可能会有人说 为何没有PBO2分合负压模式 由于PBO2分合负压对于处理器的体质非常敏感 加上想要设置出最理想的分合调试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试错过程 以及我真不想看到每每有了无脑操作业导致不稳定后 直接把锅耍在我身上 哪怕我每次都重申过不要无脑操作业 不要无脑操作业 不要无脑操作业 但还是有不少的选择性忽略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做分合负压模式的测试了 当然这里还是要再次重申多一次 虽然上述模式的调试数据应该是比较适合大众体制的9950X 3D 但免得还是有了无脑操作业 却还是出现不稳定或重启的情况 因此超频操作业得小心谨慎 本人也一概不承担所有任何无脑操作业的责任 加上测试成绩或许也受到处理器体制 以及其他硬件搭配与测试环境的影响 因此本次的测试结果仅供参考 那么开始进行实测分享 首先是Cinebench R23单核跑分对比 在这里其实不论是什么模式都不会有质变的变化 当然唯独PBO Auto和PBO Enable会稍低个20-30分 但我个人觉得这一点差距可以双作误差 接着是Cinebench R23多核跑分对比 从跑分成绩来看 锁75度温度长对比PBO2模式以及加200MHz模式 相互的差距都在100-200分左右 十分接近 反观锁200W PPVD模式 分数还明显不如PBO Enable模式 看来200W这个功耗 并不是GG5X3D最甜点的功耗 当然所有模式里表现最好的是Curve Shuffle模式 对比PBO Auto提升约10% 对比加200MHz是提升约2% 然而惊喜的还在后头 前往各自的功耗状态 Curve Shuffle模式所需的功耗仅有216W 相比起PBO Auto多出16W约8% 换来10%左右的多核性能提升还是比较划算的 反观其他模式除了锁200W PPVD模式以外 均都在240W左右以上 整体的好比表现就没那么出色了 但中PBO Enable更是跑到265W 属于是最不值得的模式选择 然后在温度表现的部分 Curve Shuffle模式的成绩也很亮眼 对比PBO Auto的温身也只有3度左右 完全能够接受 而PBO Enable依旧是最不理想的模式 直接跑到了82.8度 最后来看看频率的表现 毫无疑问最好的仍然是Curve Shuffle模式 当然只是Silibex的测试还是不够满足 考虑到今时今日也有不少患有CPU温度焦虑症的玩家 所以接下来的测试就是要进行AIDA64单考FPU30分钟 模型提示我已经在BIOS加FPS512给关闭了 所以测试的温度成绩都是基于关闭FPS512下完成的 由于9950X3D的HDM Max的上限偏低 因此FPU考级环节里所有模式的温度都跑不到80度 不同模式下的温餐也都非常少 换到功耗表现就能看出来 大家的功耗都在200-210W左右 唯独不同的是频率表现 这里我是截取了全核心的平均温度表现 可以看到频率的部分差异就出来了 Curve Shuffle模式是能够达到5.25G左右的表现 对比起PBO Auto频率是提升了450MHz左右 也比其他不同的PBO2模式高出了200MHz 当然作为一款X3D处理器 更多人还是拿它来打游戏的 因此最后给各位进行简单的游戏测试对比 游戏测试的部分我只挑选了三款网游进行测试 并且采用1080P分辨率以及游戏对应的日常画质设置 来看看CPU本身的性能表现差异 增速的部分很遗憾七种模式在三款游戏里 并不能拉开明显的差距 不仅如此 即便是切换到频率、温度以及功劳表现 各种模式下的差异也都非常少 所以游戏测试环节只能说不论什么模式都好 都不会有自变或明显的差异就是了 而对游戏测试的数据感兴趣 我也会放在置顶留言中 欢迎各位去做参考 各位分享完所有的测试 最后就是要基于本次的测试结果 给出我个人主观的分析 记得是我个人主观的分析 也可以不认同 也可以提出你的观点 但我相信对于不少新手会有所帮助 首先9950X3D并不像980X3D 在PBO选项中进行200MHz锐频增加 会有明显的功耗与温度上升 随其体验里 频率也并没有增加很多 提升的幅度非常小 因此性能收益也非常有限 当然不排除在50MHz或100MHz 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这部分也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能来得及给各位做细测了 其次是在室温环境 风暴和散热都非常好的前提下 所功耗强和温度强 对于HTF Max偏低的9950X3D 并不能触发更好的性能发挥 这两个调试方法可能比较适合 散热条件比较苛刻的小主机 反正就是常规散热做得不错 就不推荐使用这两种调试 最后就是PPO2加Coffshaper貌似是9950X3D的最优解 但我还是对这部分持保留的态度 首先是我这两个设置都是偏保守的组合 有可能是因为体质的关系 才能发挥出亮眼的性能表现 因此我是极有可能只需要直接 PPO2-1-35甚至-40就能搞定了 完全不需要额外搭配Coffshaper 另外这个组合也只有在多核心性能表现上比较突出 在一些不吃那么多核心的应用以及游戏体验上 这个模式甚至和PPO Auto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所以也只有那些真的需要多核心性能的玩家可以玩一玩 至于游戏玩家嘛 我想说9950X3D是一颗游戏性能下线非常之高的处理器 大多数情况下PPO Auto已经能发挥出极限调试下约97%以上的性能发挥了 就看你愿不愿意为了额外的3%去折腾一番 而我的建议是 总的来说9950X3D本身的完成度就非常之高 不论是它的性能还是它的能耗 甚至是发热表现都非常的亮眼 只要你搭配给它的主板散热机箱风道都不差 以及使用环境是人体比较舒服的环境下 那么大概率你是完全不需要做额外的折腾调试 直接PPO Auto去玩你的游戏就好了 只有当你真的需要用它来进行非游戏以外的多核心的应用 那么才真的有必要去考虑是否需要进行额外的调试优化 因此我会奉劝各位仔细想想真的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 就为了那2%到3%不到的整体游戏性能提升吗 当然作为一位时常制作各种AMD科普类的媒体 这种麻烦又耗时的事交给我来做就好了 你们只需要负责点赞支持一下就好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与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支持影片的朋友也不妨点一个赞 觉得内流有用的新观众也不妨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